中美贸易谈判进程在刚过去的24小时内发生了重要进展 首先 路透社 彭博及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于美东时间12月12日报道了五个重要消息 一 美国已同意推延原定12月15日对价值1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 二 两国也已经同意按回谈条款回撤过去一年多以来加征的部分关税 三 中国同意在2020年购买500亿美元农产品 四 两国贸易谈判人员已经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但两国元首确认 五 特朗普将于美东时间13日下午与美国贸易顾问会面讨论协议 其次 特朗普一于12日发布推特 表示中美贸易谈判已经很接近一个重大协议 一系列事态发展意味着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已然临近 事实上 当下的态势于11月期间已经有明显征兆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方牵头人莱特·希泽及努钦在11月期间三度通话 相较于美方含糊且多遍的措辞 中国官方通稿向来措辞严谨 而这当中的措辞差异已经清晰地透露出谈判较为可期的进展 11月2日 双方就妥善解决各自核心关切 进行了认真 建设性的讨论 并取得了原则共识 双方讨论了下一步磋商安排 11月16日 双方围绕第一阶段协议的各自核心关切 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 并将继续保持密切交流 11月26日 双方就解决好相关问题取得共识 同意就第一阶段协议磋商的剩余事项保持沟通 从取得原则性共识 到围绕各自核心关切 进行建设性讨论 再到就解决相关问题取得共识 可以看到 两国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工作已经进行到最后阶段 小编在11月下旬两度发文 判定中美将于12月圣诞前或最晚2020年春节之前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如今的新闻树击昭示着谈判进程确实在往该方向推进 可以预期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会在短期内签署 之所以有这种判断是基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基本盘 而近期新闻只不过是对这种判断的验证 商务部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高峰就中美经贸磋商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在发布会上 关于近期双方团队的磋商计划 高峰表示 目前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着沟通 如果有进一步的信息将及时发布 有媒体问 磋商是否会从头再来 还是在此前的基础上继续进行 以及美方称不会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 是不是意味着不会撤销此前对中国产品200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的问题 对此 高峰回应称 中方始终认为单边加征关税的做法损人害己 最终伤害的会是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 甚至造成衰退性影响 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单方面加征关税是经贸摩擦的起点 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 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中方对此的态度是明确的 一贯的 一如小编在此前文章中分析 中美政府都需要借签署第一阶段协议 来达到自己的表面诉求和实质诉求 华府的表面诉求是削减贸易赤字 实质诉求是为了2020年总统大选 持续炒作中美谈判 维持其作为特朗普外交功绩的重要性 北京的表面诉求是两国撤回以加征关税 实质诉求是借着一个个协议 不断的接触 维系中美关系的稳定 进入大选年 很多内政外交的议题都会被两党拿来炒作 比拼对华政策的强硬往往也是两党的决立场 这必定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影响 每一次美国大选 中国避免不了成为被美国两党攻击的靶心 但是2020年大选情况可能有些不同 以往总会有人利用对中国强硬来捞取国内政治资本 但当下特朗普对中国已经足够强硬 而民主党的候选人之一拜登也已经公开表态 要与中国建设好关系 所以比谁对中国更强硬的戏码 可能在本次大选中不会上演 至于特朗普本人 他更关注贸易问题 不会在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攻击中国 在选举中 特朗普重点会重点提到 他对于选举承诺的实现 其中就有对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 以及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这些无需实际效用多大 都会成为他吹嘘的资本 特朗普与彭斯不同 即便打中国牌也会局限在经济层面 但如果是彭斯的话 可能会上升到制度层面 所以小编认为 2020年美国大选 中国牌会依旧打出 但不会太触及底线 此外两国同时也都需要 在来年经济预期不佳的情况下 与重要节日来临前 提振各自市场的信心 这是一个真切无比的考量 美国方面 各界对美国2020年经济表现普遍开衰 此时中美贸易战 倘若持续恶化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 两国各行各业的持份者 都需要一些利好消息 民情对经济的信心不仅是一个经济挑战 也是一个政治挑战 应该说 美国政府原定于12月15日向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 从一个月前开始就已经不可能落实 至于中国购买多少美国农产品 虽然对特朗普而言很重要 却一直并非难事 中国是愿意买的 问题反而在于美国有多少货 可以卖而已 因此 此前阻碍两国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的要点 则一直在于两个细节 其一 两国在第一阶段协议中 按多少比例回撤以加征关税 以及未来分阶段回撤 所有以加征关税的时间表 其二 两国在第一阶段协议中 写入多少中国金融及公司法改革的承诺 以及具体落实时间表 如此看来 两国已经就这两方面难题达成了共识 只待四期公布 话虽如此 各方也不必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反应过激 其签署是必然的 也大概率在近期发生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谈判进程 在2020年11月8日 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之前没有其他变动 接下来 两国会就第二阶段协议 第三阶段协议 乃至DN阶段协议和最终协议进行后续谈判 谈判过程顺利与否 受多方因素所决定 且不确定因素将主要来自于美国政治 包括特朗普的竞选压力 媒体舆论质疑 特朗普未能取得最佳成果等等 反观中国 则会在符合经济改革需求 及国家主权的基础上 继续以谈大门敞开打随时奉陪的态度 与美方保持积极交涉 所以 人们一方面不必看衰现阶段 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即将签署 这是基于两国政府的多重必要考量 另一方面 也应对2020年中美经贸谈判 保持平常心 正确认识其本质 本质上 这不是一场经贸谈判 而是一场对两国政府能否理性管控两国关系的考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9月份的演讲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担忧 一个真实的风险正出现在地平面上 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制造出两个相互独立 彼此竞争的世界 在中美互信程度越来越降低的情况下 这种担忧成为事实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事实上 美国有这样的打算 至于是否会真实发生 还要看未来的发展 至少特朗普和他身边人 如莱特希泽 纳瓦罗 彭斯 以及彭佩奥 在内都或多或少展露了这样的想法 彭斯和彭佩奥 在一些演讲中都鼓动盟友建立一个 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全球化体系 甚至不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 中美围绕五G的竞争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特朗普有这样的想法 至于能否实现就不得而知了 去年签署的美墨加三国协议 其中一条 若三国中有一国 与某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 则其他协议伙伴有权在六个月内退出协议 很显然就是针对中国设立的独丸条款 美国在与日本的第一期谈判中并没有加入相关条款 很难预料是否会在下一期中加入 如果美国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的话 小编认为其实并不难做到 应对世界两极化采取何种策略 对于中国而言 最简单的办法是深化与美国伙伴国家的贸易关系 扩大共同经贸利益 对抗脱钩 这是最简单粗暴的办法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